四个大字 个人行为 你以为只是甩锅用的吗 我跟你说不完全 打个比方啊 有一些银行保险公司 卖产品的时候承诺的都可好了 员工就跟你说了 你存一万块钱 三十年之后给你一个月 或者说你交一万块钱的保险 不论你口腔溃疡了 还是灰指甲了 直接给你一个月看病 当然了我说的有点夸张啊 大概就是那么个意思 然后老百姓不懂啊 那合同跟天书似的 再说人家是员工啊 代表的是公司啊 可以信任的对吧 合同一签 钱一交 三十年之后 你去取钱 取出来三块五抹六 告诉你剩业的钱都赔没了 你跟他打官司 你说当初跟我说好了 三十年之后给我一个亿 怎么还有赔钱这么一说啊 公司把合同拿出来 啪往你脸上一摔 我们可没说过那话 就算有员工真说了 那也是个人行为 跟我们公司没关系啊 这个场景很熟悉吧 那可能有人就说了 这的确是个人行为啊 员工为了达成他自己的业绩 为了多赚提成 他骗人 公司很有可能的确不知情 又止 有些公司 他培训员工的时候 就是这么教的 大部分员工 自己根本也看不懂合同 他以为公司教他的那些东西 就是真的呢 真心的觉得自己卖的东西可好了 邪里糊涂的 就按照公司教给他的话术 出去卖理财产品 卖保险去了 这些公司 就是利用员工的无知 和对公司的信任 给他们错误的培训 让员工替他们去骗钱 不信你看啊 你就观察 每次银监会保监会 一下来检查 有一部分银行保险公司 就会把各种宣传材料 彩叶啥的都给藏起来 甚至扔掉 为啥 根本就不合规不合放 但是员工就是看这些材料学的 老百姓就是看这些材料买的 你说公司知情不知情